彰化有一年蘇星的國中老師 退休之後竟然出現了適應不良 產生失落感 他不僅是把家人當作學生一樣 嚴格的管教 讓家人都快受不了 而且更藉著賭博性的電玩來發洩情緒 一個月就輸掉了一百多萬 醫生表示 這是罹患了退休壓力爭後群 日本電影《退而不休》中 男主角從銀行退休後 才發現有了自己的休閒時光 卻無事可做 不但覺得自己被社會拋棄 還懷疑自己的生命價值 而現實生活中 其實有不少人和他一樣 彰化一名蘇星國中老師 退休後將就讀小三的孫子接來同住 每天負責接送上下學 還盯著寫作業念書 孫子被逼得只好向父母求救 不僅如此 退休老師也把妻子兒子 當成學生一樣嚴格管教 讓家人受不了 還經常發生口角爭執 不僅如此 退休老師覺得被家人排擠 還出現了失眠憂鬱等情況 在朋友的建議下 開始接觸賭博信電玩紓壓 沒有想到一個月竟然輸了一百多萬 家人發現後趕緊帶他就醫治療 生活重心突然失去之後 在這個調適的不良的狀況之下 造成了一些憂鬱跟焦慮的一些狀況 醫師除了開力改善情緒和睡眠的藥物外 也請家人協助他重新調整生活型態 除了規律適度的鬱嫩外 也建議嘗試接觸和學習新的興趣愛好 來轉換生活重心 藉道貌 彰化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